瑞穗山武赫台地除了停后因素 农水署也积极推动建制灌溉设施 白水流注也解决灌溉用水缺乏的问题 而目前接续推动东武赫地区三期供水建设计划 农水署期盼地方也能够支配管线 蓄水池等用地取得地方也乐见其成 农水署花莲管理处109年期推动武赫台地喷罐系统兼制计划 目前包括水源头蓄水池到西武赫喷罐组织线建制尽委身 处长张其伟也随即召开西武赫地区供水三期建设说明会 如果水源是充足的话 以现在我们上面大概接了四只管子 大概可以超5000吨左右 但实际上现在以像干旱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多 不论是蓄水池还是喷罐组织线沿管的设置规划 农水署花莲处在后续工程用地取得的问题 处长张其伟再三重申强调 地主农民的配合与支持才是建设的关键 把水积蓄起来 在枯水期的像类似像最近这样的状况能够来使用 饮水广固 水能够透过我们管路的设计 能够分配到每一个农民的身上 当然也需要各位的配合 除了一些用地的提供 还有我们未来轮贯秩序的一个参与 再都需要各位的一个协力跟配合 花莲南区将近一个多月都是高温无雨的天气 五鹤台地缺水造成农中物的严重汗害 农水鼠喷罐设施建制虽缓不济急 但是地方仍高度期待 希望除了是天候因素之外 缺水问题也能避其功于一役 老实讲像今年这样子发生一个大干旱的情形 大家都不是很能看到 但是用水医院我想大家都有用水医院 但是如何去做一个蓄水的一个设施 是大家可能需要去做一个讨论 因为毕竟的五鹤的水资源是有限的 除了政府工部门的硬体建设 农会理事长魏清禾也强调后续分配用水以及管理运作 五鹤台地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 我们这个规划单位要把它清算一点 你们的清算我等一下再读给你们听 你的清算跟我们实际面是有差的 是有差的 光光是这么多的吸水池 我们的水盐取得稀少 非常的少 希望是说这个水盐取得里面 尽快把它取得取得解决 五鹤台地总共有500多公顷的农地 有实际耕作利用的约有140公顷左右 平均每天需要7300多吨的用水量 华馆处评估每天供给量仅有4800多吨 因此处长张其为是强调旭风季枯的概念 并且建立用水秩序 遵循轮管制度才有可能让每一位农民都有水可灌溉生产 记者是玉兰 日式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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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